跨越物种的组合往往都会让我们心动不已 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 但是它们之间的羁绊却一再地向我们证明万物皆有灵 大家好,我是狗哥,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影片开始之前,请帮助我们订阅成长,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发生在美国的奇妙案子 来自美国,有一位名叫丹尼尔的救援爱妈 她平常就从事着农场动物的救援工作 而这天,她就接获通知有一只猪被抛弃在一栋废弃的空屋中 不过当他们赶到现场时,却发现了震惊的一幕 原来当时并不是只有这只猪 她的身边还有一只鸡娃娃伙伴 两个生命在空荡的房屋中相依为命 应该是刚遭到弃养不久 爱妈赶紧将两只动物送往救援中心 在那里,他们将狗狗与小猪命名为丁满和蓬蓬 要知道这是两个决然不同的物种 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 还心里不离地生活在一起 现在的丁满已经长成了一只活力旺盛的小狗狗 它会爬到蓬蓬的背上休息 就像卡通影片一样 那么也相信在这个保护区中 属于它们的冒险也正要开始吧 那么我是狗哥,我们明天见啰 我们明天见啰